5月9日 星期四 九哥晚报 中美贸易会谈今晚 即是美国时间星期四会在美国展开 中港股市今天继续下跌 上证下跌了差不多有1.5% 而港股恒生指数也下跌了 今天会多些 接近2.4% 成交也增加了1,200多亿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昨天特朗普说 中国破坏了谈判协议的内容 威胁要由明天的香港时间中午 即是星期五的凌晨凌时开始 将要对那2千多亿 原先已经收到10%关税的增加到25% 其实很多人都会问 明天应该 香港时间12点的时候 是两天谈判的中间已经加了 中间会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这个技术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因为中国不配合所以变成关税 特朗普先生说这是唯一的结果 令到现在的谈判都会相当严峻 今天三点半的时候这个突发消息 北韩又被南韩发现了 又发射了一些不明来力的飞行物体 好像是一些飞弹来 不知道还没确定到底是什么 令到我想起就是在星期日晚上 特朗普突然说要加25%关税之前 北韩又是在星期六早上 晨早上又发射了飞弹 令到我想今晚 总统先生睡醒 就是他们早上会不会突然又有什么发炮 他这两次发射飞弹 我也觉得很有巧合的时间 不知道会有什么揣测 另外有基金经理 这个基金经理去年很成功 在10月的时候说 A股市场有投资价值之后上升了很多 他最近发表的意见 也觉得现在A股应该是处于一个 我应该叫做获利的时间 应该建议投资者去获利 他尝试仍然看好这个市场 我想接着新闻讲到这么多 或者去看看图表 首先第一件事我都想说 就是人民币今天再继续 对美元已经曾经去到6.85 其实就是我们周初的时候说 这个会是非常重要的 有可能会让上升A股进一步转弱 因为之前那个... 在去年6、7月的时候 突然超过了50周 接着就有一个很大的弱势 A股会做差了 看回A股的指数 今天...其实可以看过去 只不过是第三个星期 这个就是刚刚4月尾的时候 这个... 中央政治局发表的意见 但就不希望股市已经升得太多 似乎想冷却的时候 就使得上证跌了很多 接着上星期是一个劳动节假期 所以比较少 这个星期因为特朗普发了炮之后 现在已经急跌跌到下去 现在我们有两个水平去看了 第一个是50周 这条橙色线大概是2810 还有我们说过新年过后 有一个上升的裂口 大概是2800到2840 这个其实是2800到2840 这也是一个密集的支持区 似乎看这几天的走势 可能明天公布的... 或者不是公布 就是会谈到明天的时候 市况更加紧张 波动 我相信这也可能是明天下跌的目标 其实期指也有相同的情况 之前说的50周本来很远 今天跌到下去几乎2800的边 和278以下的50周 其实只是相差了大概300点指 如果刚才说明天的上证有机会再来 去到2800的时候 我相信明天的期指可能有机会再下试 再来看一看 譬如在标期那里 这两天也有大概提过 下跌的速度也非常快 但是已经50天 其实跟10周差不多 在2860多的水平 其实大家可以从图表看回周线图 就是去年在1月的大跌市 1月底2月头的大跌市 其实重要的事件也是明天 到底中美会谈会有什么结果 今早早报提过 有4个可能性大家可以看回 到底出哪个是否还有25% 还是拍桌大家不搞 接着或者继续会谈 到时发生什么情况时 市况如何反映 美股这个10周平均线 我相信主导了环球股市的方向 同一时间的时候 就看回香港情绪指数 一棍上去 代表了大家全部希望避险 避到去哪里都不知道 真正的长线投资 是否再可以再等一两天 这个是很明显的 今晚明晚都会... 美国有些通胀数字 PPI今晚明晚做CPI数字公布 另外今晚8点半 鲍威尔有演讲 不知道今晚大家会不会听 也没什么兴趣听 因为相信市场焦点 仍然在贸易会谈的成功与否 结果难以预测 似乎只是操纵在一个人的手上 没办法 大家做投资炒卖也要面对这样的情况 好了,先说到这里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大话里面提出 我会尽量作答 最后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订阅频道 记得点一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